YO!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要帶來的開箱是 Mighty Jax Jason Frini 的半火系列 我想這個系列 大家已經非常熟知了 因為之前出過 像是氣球果 或者是一些華納的 那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擺在家裡的桌上 真的是一個非常Fashion的潮流小屋 但是 真的是沒有辦法全刷 而且我比較不收這種Q版的 或比較偏潮流的玩具 不過 沒辦法 既然有了我們就只好開箱 其實裡面超多盒的 真的超麻煩的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他這個蠻好看的 你看他後面一個 草帽旗幟的LOGO 然後正面就是 一個 一個這次出的 六款人物角色的一個封面盒繪 加上 他這邊看起來就是一個 非常Fashion的一個排列 有點捨不得開耶 這個其實蠻好看的 真的超級好看 超捨不得開的 要怎麼開 好 完成啦 我覺得我們越來越綜藝化了 這不太好 是不是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外盒組裝完成給大家看了 裡面總共有12小盒 大家應該都知道 總共有6個人物加上3個隱藏版 所以 為什麼 官方會選這6個人物 我其實也不知道他們選的標準在哪 因為 畢竟少了 大家很喜歡一個納米版 但是 比較失望喔 因為他今天選了一個Series 1 所以說 我覺得之後應該還是會有第二代跟第三代 那我們就先來開吧 我們看到格子的正面 其實看起來比較沒有質感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到側面 其實這側面看起來就是有種美式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面呢 就是有Rare 跟Rare 1 跟Rare 2 還有一個Ultra Rare 然後我們可以從剪影看到 Ultra Rare 就是我們的香吉士的隱藏版 那我們就先來開盒吧 我們 就讓盒子受到最小的傷害就好了 就不會開的太醜 魯夫 其實 其實開出來雖然你不用拆帶 但是 他就有這個名牌卡片 所以你就知道 他是魯夫了 他這個還蠻好看的耶 這個 它外面就有附一張這個黑色的卡片 背面則是教你如何下載他們的MightyJet的App 然後你就可以用利用NFC的晶片來登錄你的資訊 我們就先來開 魯夫 他其實有砲殼耶 所以說他保護其實還蠻不錯的 不知道不需要底座能不能站立 我們看看 不行 沒有底座不能站 好吧 先躺著 再來擦底座 他這個下面卡嘴給我防呆啊 就是一大一小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插入 插入 就是這樣 這次魯夫樂質感做的還蠻不錯的 高度大約是10.5公分 一小盒的售價約為390元 以塗裝的品質來說應該是比景品還要再好一點 不過草帽上少了八旗留下的傷痕算是蠻可惜的一點 那我們來繼續開吧 下一隻 面部也不能站耶 好爛喔 好爛喔 這要怎麼開啊 開到天荒地老 12隻 欸 這個已經斷裝了 他已經斷裝了 一開始就斷裝了 蠻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一開始就斷裝 沒關係就這樣 還好還好還好 又是片人部 雖然我這次的腳裝斷了一款 還好重複的第二隻並沒有問題 因為鼻子下面是軟骨組成的 所以片人部長長的鼻子只會看到紅色的肉而已 整體的細節表現跟魯夫一樣有不錯的水準 這次羅賓算是最有特色的一款 不只展現出了花花果實的能力 還把每隻手都做了半魄的效果 不過大家除了手以外 應該還會在意他被半魄的那傲人雙風吧 另外就是在面相方面也是滿懷出羅賓的神韻 哇這個綠色的鎖龍 他刀是分開的 他刀是分開的 所以刀子要另外組裝 欸鎖龍一樣還是需要腳裝才可以站立 在鎖龍方面三把刀需要另外組裝 但不得不說黑刀秋水跟三代鬼車都非常難插入手 還好硬塞之後並沒有出現刮漆的問題 配上帥氣的三刀流真的讓人忍不住想多看幾眼 另外就是左眼的傷疤在這裡骨頭居然也有還原出傷痕來 可以感覺得出來光光在這裡還滿用心的 這次喬疤的大小跟POP其實差不了多少 我想大家一定會好奇尋路的骨骼到底長什麼樣子 比方說在下二這裡就做的比較細長一點 整體看起來喬疤還真的做的蠻可愛的 超喜歡的 裡面最喜歡的就是香提士跟努比 這次香提士我也覺得做的很有特色 同時也是唯一一款有做出火焰特效的角色 所以第一眼看上去還滿吸睛的 重複了努比 哇他在組裝了嗎 斷了 這個也太爛了吧 欸這個一拆開他的角度是斷了 這個瓶管真的很糟糕 真的是超爛的 又片人布的角裝 片人布的角裝也是斷的 啊都是這樣 算了他吃紅花果子然後再長出來 斷 一開就爆還好還好我有錄影不然 大家以後開箱一定要錄影 看看 欸沒有牌子隱藏版 沒有啦亂講了 剛才是重複的啦 索隆 剛才是索隆 最難組的索隆 剛才這個刀子被製造的很崩潰 乾 前後版了 看我肥刀人要在外面 乾 乾 好了 好了崩潰開箱 又是崩潰開箱系列 好吧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們從這邊一路開過來 都是正常版 隱藏版剛好是這三盒 放在一起 他沒有 他沒有在中間交錯 所以大家 去抽的時候 先試試看這邊 不保證一定會抽到隱藏版 但是 可以試試看 開 Openless 是喬巴 不是隱藏版 該不會沒有隱藏版吧 大家都有隱藏版了 這真的是盲抽嗎 是喬巴 是喬巴 所以他 他不一定一一一套裡面會有隱藏版 是這個 是這個操作嗎 有點有點難過耶 沒有隱藏版 為什麼會這樣 這太戲劇化了 這個 雖然喬巴也不錯啦 我是覺得隱藏版黑白版好像就還好 但是 12隻 假設12隻都沒有隱藏版 那時候剩下兩隻是魯夫跟 香吉斯啊 我們再來看 剩下兩隻是不是魯夫跟香吉斯 隱藏版了 這個是隱藏版了 而且 而且 他的牌子是這樣 是這樣 是哪一隻呢 這是哪一隻呢 我看看 香吉斯 透明版香吉斯 放這裡 這次隱藏版的香吉斯 是以全透明的方式來呈現 可能大家會覺得 以透明劍的方式來表現 就失去了半譜的特色了 我一開始也是這麼想的 不過老實說 肉眼看上去意外的還蠻好看的 最後一盒 黑色的 是黑色的 黑色是誰 黑白的魯夫 很好看耶 其實 其實很好看 好 黑白魯夫 最後就是隱藏版的黑白魯夫了 雖然這次沒有抽到黑白版的索隆 不過 比起一些人一整套 只有一款隱藏版 我應該算是相對幸運的不少 那我現在桌面上就是我們這次沒有重複的Buds 雖然少了黑白配色的索隆 是蠻可惜的 不過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喔 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未來有希望開箱什麼玩具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See you!